第两千章咱什么都没说啊 融合 慕北心中轻语 两万宗的大天地异象闪烁各种神异的光辉 剑之神种上的轮回印记也被他调动了起来 融合 他开始缓缓融合着两万宗大天地异象 这个融合过程 并不如当初模拟时候那般简单 非常缓慢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在思索如何将融合后的大天地异象转为与剑有关 与剑有关 他修剑道 他的修行体系也是为剑道而生 那么 他所融合的永恒大天地异象 自然而然也要是与剑道相关才行 他要将剑道开发到最极致 剑 剑 剑 他一边在心中默念 一边开启了天心领域 天心领域开启 本能净显 他通体绽放银色的神圣光辉 对万事万物的理解达到至高 大天地异象的融合速度开始变快了 剑之神种上的轮回印记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这更加璀璨的光芒将所有的大天地异象笼罩 一宗宗大天地异象随着快速消失 不 他们不是消失了 而是在朝最中心处融合 时间推移 一个时辰 三个时辰 七个时辰 一天 三天 一黄眼 七天时间过去 而这天 两万宗的大天地异象完全消失 墓北深盼环绕出浑厚的朦胧物矮 这等物矮 肉眼神世不可观 下一刻 物矮渐渐散去 随着物矮渐渐散去 这颗沉寂无尽岁月的荒废死星开始渐渐震动起来 仿佛是生出了大地震 苍穹上更是自然而然生出无尽一光 仿佛在迎接着王的诞生 数十呼吸后 朦胧木矮彻底散开 墓北四周环绕着一片星海 而在这片星海中 不是星辰点缀 而是一柄柄剑点缀 这些剑很多 栩栩如生 每一柄都散发着极霸道的剑威 如同生于这片星海中的树木 墓北睁开双眼 随着他睁开双眼 星海中的一些剑青颤 有轻微剑鸣声响起 而就是这轻微的剑鸣声响起 他所在的这颗荒芜星辰刹那化作碎片 混沌葫芦蹦塌 我靠我靠我靠 脚顶蹦塌道 这也太牛逼了吧 仅仅只是那片星海中的剑青颤了一下 居然就将闭关所在的这颗荒芜星辰斩为了碎片 这也太恐怖了 派人吞天炉道 成了斩魔刀道 永恒的大天地异象 厉害 就连小灵初都睁大了双眼 一压了两声 这一刻 他们都能感觉到墓北开发出的大天地异象 有多么的恐怖 那威势仿佛可蔑视 九瓶宝连道 就这个玩意儿 怕是可以轻松秒杀原始领域第八境的修行者了吧 吞天炉道 应该可以 这个时候 墓北站起身来 荒芜星辰被毁 现在这个时候 它站在星空之中 站在星空中 它的大天地一向星海环绕密集的剑 它一念一动 一向星海扩张 其中的那些剑一柄柄的朝着四周飞出去 而后 这些剑落在附近一颗颗荒废星辰上 这些荒废星辰也称作是死星 没有生命体 砰砰砰 这片星空中 绚丽烟火一道接着一道炸开 在大天地一向所属的剑下 这些星辰如同是脆弱的豆腐般 连最简单的一剑都扛不住 墓北操控这宗大天地一向 于星空中演练 这一演练 转眼便是一天过去 一天时间后 这个大天地一向依旧很稳定 成功 无比的成功 永恒的大天地一向 墓北忍不住笑起来 好好好 好啊 轰 一股强大的气势自他体内冲出 化作无尽剑光席卷星空 仿佛要将这片星空都给称爆 永恒大天地一向一成 他自己开创的修行体系更进一步 在纪元初剑图和五十剑弓之后 直接于这一刻迈入了第三修行大阶段 剑弓异向阶段 迈入这个阶段后 他的修为提升 直接生出一个巨大的质变 战力暴涨 现在的他 常态状态之下便可以镇压原始领域第七境的修行者 而若是称其永恒大天地一向 足可以击杀原始领域第十境的强者 若是在算上天地种子开辟而成的原始宇宙 以及在配合上天新领域 现在的他 甚至可以击杀原始领域第十二境的修行者 值得提升 超级提升 身叛的永恒大天地一向还在随着波动 他笑了笑 道便称之为星海剑林 他将星海剑林收入其中一座剑弓内 此大天地一向 与这座剑弓完美融会在一起 从此之后成为一个整体 混沌葫芦飞过来 朝他蹦他道 后脸皮真是厉害啊 不愧是谦虚的老逼王 慕北 这凡骨仔怎么说话的呢 小灵初飞过来 咦呀咦呀地蹭他脸颊 慕北哈哈笑 宠意的摸了摸小家伙的小脑袋 小家伙最可爱了 而后 他看向混沌葫芦和小鼎他们 你们几个凡骨仔跟着雪点 小鼎道 无妄之灾啊 咱刚才都没说话 慕北道 你以前说了 小鼎道 厚脸皮 人的向前看 朝前走 总是回顾以往 这是不自信和为难自己的体现 知道不 慕北脸色为黑 妈的 这凡骨顶居然给自己讲起哲学来了 他看着这家伙刚想说什么 不远处 一艘巨大的鼓战舰突然出现在这片星空中 他出现得非常快 似凭空出现的斑 唯一能察觉到的就是 那里有时空的波动 吞天炉道 看上去 这是一艘拥有星空跳跃能力的大战舰 慕北点了点头道 应该是 这玩意可不多见 星空跳跃 这个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用于航行星空宇宙 速度非常快 至少 速度上比岁月领域的强者要快很多 毕竟 这等级别的战舰 其中都是内置了时空级的法则能量 这时 那巨大战舰的甲板上站着一群人 有老者 也有年轻人 而这群人中 以为首的一个年轻女子最是引人瞩目 女子大约二十岁 身着橙色罗长裙 容颜美地如梦似幻 一头黑发闪烁点点星灰光泽 让洁白的机体显得更加晶莹 混沌葫芦蹦塌道 厚脸皮厚脸皮 那个为首的女娃不错啊 勾引 不是 吸引她双修 慕北额上冒黑线 这凡姑仔无时无刻不再想着引导她找漂亮女子双修 妈的 简直是离谱 她只是一个葫芦啊 一个葫芦而已 她怎么这么多双修心思 第2001章你是坏人吗 这时 战舰甲板上 众人目光落在墓北身上 下一刻 其中一人跃出甲板 落到墓北跟前 问墓北道 小子 方才这个地方生出了非常惊人的震动 具体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看上去比较年轻的男子 身着黑衣 但是 她的气息却不简单 有着原始领域第四境的修为 墓北扫了她一眼 转身离开 黑衣男子一愣 而后脸色顿时不悦起来 她一晃将墓北拦下 道 小子 我问你话 你为何不回答 懂不懂礼貌 墓北身旁 混沌葫芦朝她蹦她道 你个小逼崽子 你母亲叫给你的礼貌 就是请教别人时 以小子相衬吗 黑衣男子张了张口 有些语色 不过 下一刻 她便是浮出怒气 看着混沌葫芦道 你一个小破葫芦 居然敢以小逼崽子称呼我 必须给你一个教训 她抓向混沌葫芦 不过 她当伸出手就被墓北一把掐住手腕 她转而看向墓北 道 小 刚道出一个字 墓北一脚踹在她腹部 噔 一声闻响 黑衣男子狼狈地横飞出去 黑衣男子飞出数十丈后 稳住身形 整个人顿时暴怒 看向墓北道 臭小子 你居然敢动手 轰 一股强横神能自她体内席卷而出 她直接展现出原始第四镜的神能 一晃出现在墓北跟前 而后一拳轰向墓北面门 墓北随手一挥 噔 黑衣男子再次横飞 这一次横飞 黑衣男子足足横飞出去一百多丈 有血水从口鼻中溢出来 而整个人更是直接昏了过去 这一幕让战舰上的许多人又惊又怒 惊的是墓北居然能轻易压制原始领域第四镜的黑衣男子 怒的是 墓北简直是有些嚣张 一言不合就动手 实在是可恶 刷刷刷 三个男子出现在黑衣男子跟前 其中一人检查了一番 道 只是晕过去了 没有大碍 另外两个男子盯住墓北 其中一个身着银袍的男子冷声道 让我来教训他一顿 轰 他爆发出原始第五镜的气息 手中更是出现一根金属棍 金属棍上刻印着诸多符文烙印 这些符文烙印闪烁着淡淡神灰 给人一种沉重之感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助手 声音比较轻亮 但却也有一股上位者气势 站见甲板上 那个成群女子开口了 看着要动手的那个男子 回来 银袍男子道 小姐 我你族人何曾受过这般屈辱 必须给他一个教训才行 成群女子道 回来 声音平静 但那骨子上位者威严 确实更浓了一些 银袍男子有些不甘 恶狠狠地瞪了墓北一眼 而后与其他几人一起 带着那昏过去的黑衣男子 回到战舰甲板上 成群女子看了眼目北 对掌控战舰的舵手道 无需调查那无名震动了 无关紧要 现在 全速返回甘陵宇宙 舵手是一个中年人 气息沉稳 点了点头 嗡 战舰顿时发光 有时空法则之力显化出来 令周盼的星空都扭曲了起来 而也是这时刷一道身影 突然出现在战舰甲板上 就闪现在成群女子跟前 而这道身影正是墓北 见着墓北出现在这里 战舰上的一群人 包括老辈强者 瞬间全部拦在成群女子跟前 之前那个银袍男子盯着墓北 声音冰寒的道 小子 我族小姐已经下令罢手 你却还敢入侵我女族的战舰 找死 墓北朝他道 小伙子别闹 我没有那个想法 我是 他话还没说完 混沌葫芦蹦塌了起来 哎呦后脸皮 你终于知道向着美少女主动出击了 本胡胜位 胜位啊 墓北顿时脸色一黑 朝他呵斥道 你压给我闭嘴 再乱说话 让你弹灯每天捶你180遍 小灵初看向混沌葫芦眨了眨眼 混沌葫芦 以老实 墓北瞪了他一眼 而后看向成群女子道 那个 姑娘你好 在下没有恶意 就是想搭个顺风舰去甘陵宇宙而已 他正准备去甘陵宇宙 不过 甘陵宇宙距离这里还是比较远的 以他的速度 正常情况的耗费半个月才能抵达 而眼前这艘战舰 他拥有星空跳跃能力 最多两个时辰就能抵达 这可是能节省许多时间的 成群女子古怪的看着墓北 道 你这人 脸皮真是有些厚啊 这个家伙 前一刻还与自己一族冲突 将自己一族的一个族人打晕了过去 后一刻便居然直接来蹭他们一族战舰 而且一点没有不好意思 简直是有些不要脸啊 小鼎朝成群女子道 小姐姐好眼光 他就叫后脸皮 他这话一出 不仅成群女子愣住 战舰甲板上的其他人也愣住 后脸皮 眼前这个男人的名字 居然叫后脸皮 这天地间 居然有人取这般古怪的名字 太古怪了 成群女子看着墓北道 你这名字也太奇葩了吧 墓北脸色有些黑 而后恶狠狠地叮向小鼎 小鼎道 咱没说错啊 你的绰号就叫后脸皮 这话一出 倒是让成群女子等人生出一副恍然的感觉 成群女子看着墓北道 我就说嘛 哪有父母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后脸皮的 原来是绰号 不过 这绰号倒是与你挺契合的 墓北 他找回正题 对成群女子道 姑娘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话 我没有恶意 就是想搭一下顺风剑去甘陵宇宙 行吗 成群女子道 倒也不是不行 墓北笑道 多谢 成群女子道 也没什么 顺路而已 而这时 战舰上的其他人却是反对 尤其是之前准备对墓北动手的银袍男子 竭力劝阻 道 小姐 我族此行意义非凡 这小子来历不明 刚才还伤了我族一个同胞 即可能是坏人 有着不纯的动机 小姐不能答应他 成群女子看着墓北 道 你是坏人吗 墓北道 不是 成群女子接着问道 你有不纯的动机吗 墓北摇头 道 没有 成群女子点了点头 而后看向自己一族的人 道 我问过了 他不是坏人 也没有不纯的动机 是安全的 离族众人 第2002章 保证不打死他 一个老族人低声 对成群女子道 小姐 没有坏人会告诉你 自己是坏人 坏人的动机不纯 也不会告诉你 你这么问 不太合适 那个银袍男子开口 道 是啊小姐 一看这小子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就是看你好骗 故意骗你来着 成群女子皱眉 看着墓北道 是这样吗 墓北道 姑娘你一看 就是智慧与美貌并存的那种人 我若撒谎 你怎会看不出来 成群女子点了点头 道 这话倒是很对 银袍男子道 小姐 他这 墓北打断他 道 怎么 有意见 你是觉得我刚才的话不对 觉得你族小姐很笨不聪明 银袍男子瞪眼 气愤地看着墓北道 你这不要脸的 少耍离间之计 墓北不理他 银袍男子看向成群女子 刚准备又劝解 成群女子道 我觉得他说的对 而且很诚实 会看人 我这么聪明 他不可能骗得了我 男子 你族其他人 这时 成群女子看着墓北 笑道 我很欣赏诚实的人 而且 你实力也不弱 我想邀请你加入我女族 当我族的客亲 只听请不听条 怎么样 墓北笑道 不好意思 哈尼姑娘 我比较喜欢自由自在 还是不做你族的客亲了 混沌葫芦道 对对对 厚脸皮是风一般的男人 不能束缚他的 说完 他朝成群女子道 本胡给你一个更好的点子 那就是 墓北静静地看着他 混沌葫芦看了眼墓北 又看了眼小林初 而后看向小鼎 小鼎朝成群女子道 女娃你嫁给厚脸皮 这样子 厚脸皮也等于是与你女族 建立起了非常紧密的关系 对女族也是非常好的 他说完 墓北和女族众人各个脸色黑起来 银袍男子朝墓北怒道 我呸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伤我族人 骗我族的战舰乘坐 如今还想打我女族大小姐的主意 女族其他人也是愤愤不平 他们女族的大小姐被称为 甘霖宇宙第一鲜花 让无数年轻天才轻慕 就连那几个大族的至尊天才 都对他们小姐非常客气 可墓北 居然第一次见面就动歪心思 实在是可恨 墓北又是有些无语 看着银袍男子道 我哪里打你族小姐的主意了 又不是我说的 你眼睛聋了还是耳朵瞎了 而后 他看向小林初 指着混沌葫芦道 小家伙 叫他 混沌葫芦蹦踏道 本胡可没有说 是鼎儿说的 小鼎朝墓北道 确实是咱说的 可是后脸皮 你刚才可没有 禁止咱乱说话的哈 小林初眨了眨眼 看着墓北 一压 那表情 似乎是在表达 有道理呀 墓北 哎哟 反骨胡和反骨顶这两货 居然给他玩起来了 他看着小鼎道 你也不许乱说话了 要不然 叫你做顶 小鼎道 其实 厚脸皮 咱也不是乱说话 咱说的都是有道理的话 你心里也很清楚 成群女娃嫁给你 绝对是赚翻了的 吞天炉道 这么说的话 真要讲道理 小鼎确实不是乱说 而是实话 斩魔刀道 确实 九瓶宝莲道 是这样 我鼎的逻辑很清晰 灵天地和无天地的仔 仙天地的地点 横天地的孙子 人王的徒孙 这就是大宇宙的太子啊 这等身份 谁家不是赚翻 他们这么聊着 听得泥族众人 个个又惊又怒 尤其是年轻一代 一个个额头上 都冒起了清晶 愤怒无比地盯住墓北 这个臭不要脸的 别拦着我 老子要打死他 谁有尿 要很黄很黄的那种 撕他 给我撕醒他 这些人怒道 墓北 老子小老鼠警号 人民币符号 他气道 刚才是谁说的 用黄尿丝 站出来 老子保证不打死他 而这时 成群女子走到墓北跟前 围绕着墓北转圈圈 上下打亮墓北 他一点也没生气的模样 下一刻 他看了颜小鼎他们 而后又看着墓北 感觉起来 你好像很不简单啊 要不 你说说看你具体有多不简单 如果真的很厉害 我也是可以嫁给你的 离族众人 小姐 你在干啥啊 小姐 哎哟 矜持啊 零矜持点啊 这像什么话啊 小姐 不要被那臭不要脸的骗了 她就是一个骗子 绝对是骗子 这些人急急忙忙的劝解 一个个都被自己一族的 这个大小姐搞乱搅了 自家小姐实力强天赋惊人 可是 脑子怎么就这么 呃 单纯呢 这不纯纯的那种 被卖了还帮人数钱的主妈 哎哟 这些人感觉头疼了 难怪小姐明明实力惊人 天赋卓绝 可组里那些人 却都不愿意与之组对 这 有些坑啊 成群女子看着她们道 你们放心 我很聪明的 她骗不了我 我感觉她人不错 长得也好看 一眼就能看出我的优点 如果她真的很厉害 先试着处一下也是可以的呀 敌族众人 这些人有些当机了 不仅是这些人 就连牧北都有些争争的 若非她真的没有恶意 说的也都是实话 那么啊 面对眼前这个成群女子 她还真的会有一些愧疚心情生出来 这也太单纯了啊 这也就是生在大家族里了 这要是一个修行界的普通散修 怕是早就被吃干抹尽了 下一刻 她干咳了两声 对成群女子道 你不要听我这几个反骨兵器乱说 她们满嘴瞎话 没有一句是靠谱的 成群女子摇了摇头 道 不对 至少 她们说你脸皮厚 这一点我感觉很靠谱 从你之前的表现来看 你的脸皮的确非常厚 木北 成群女子看着她笑了笑 而后朝那驾驶战舰的中年舵手道 起航吧 中年舵手看向木北 成群女子道 放心 没有问题的 中年舵手点了点头 重新启动战舰 战舰眨眼间消失在原地 第二零零三章 不关我的事啊 星空中 战舰快速穿梭 木北站在战舰上 欣赏着急速到模糊朝后的一颗颗星辰 战舰已经航行了半个时辰 这半个时辰里 她与成群女子闲聊 也是知道了对方的名字 叫做你好 乃是你族当代家主的掌上明珠 实力和天赋都很惊人 你好 19岁 已经有原始第八境的修为 这等修为 放在整个甘陵宇宙的年轻一代中 那也是顶尖级别的 而对方所在的你族 乃是甘陵宇宙的几个超级大族之一 族中有岁月领域的强者坐镇 实力非常强横 这时 你好从侧边看着他 突然问道 话说 你到甘陵宇宙去做什么 木北随口道 闲来无事 去旅游一下 你好看着木北道 你这是在撒谎 木北道 没有 认真的 你好道 是吗 那你发个毒誓来听听 比如生孩子没屁股之类的 木北 哎呦卧槽 你这是什么混账话 这是一个女孩子应该说的话吗 而且还是一个漂亮女孩子 她看向之前那个银袍男子 道 你族的小姐一直这么虎和彪的吗 银袍男子道 之前不知道 木北 之前 他说道 第一次组队航行 银袍男子点头 木北 你好这时看着他 道 认真说 你去甘领宇宙做什么的 木北道 好吧 找某宗修炼资源 为了变强 你好看着他 片刻后道 这个理由倒是还合情合理 旅游什么的 一看你就不是那种闲人 木北 你真会看人 轰隆 突然 星空突然生出轰鸣 四周的星空层层�褶皱 战舰的移动被一股莫名能量强行中断 前方不远处 一艘漆黑色的战舰突然出现 拦下了尼族战舰的前行 黑色战舰非常大 直似一颗小星辰般 仿佛是宇宙之顶将要压落下来 它横在前方 表面有诸多神纹在发光 非常惊人 所有人看过去 柳族的战舰 他们想干嘛 尼族众人认出了这艘战舰的所属势力 柳族在甘陵宇宙中 柳族他们尼族以及辽族 并称为甘陵宇宙三大家族 慕北看着那七黑色战舰 对你好道 这艘战舰比你们的战舰 级别要高一些啊 你好点了点头 道若是能抢过来就好了 这战舰价值很高的 慕北 女土匪啊 这时 对面的七黑色战舰 甲板上站在一群人 为首的是一个手持折扇的锦袍男子 锦袍男子目光落在你好身上 眼中闪烁着浴光 笑道 你好小姐还是那么的美丽出尘 每一次见面都令人遐想连篇 你好不理他 对慕北道 还是你笑得好看 他那个笑真是贱 慕北朝他瞧大拇指 混沌葫芦朝你好道 你是没有见到过后脸皮贱的时候 那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你好诧异 看向慕北问道 他说的是真的 你也有犯贱的时候 慕北 这姑娘怎么说话的呢 什么叫你也有犯贱的时候 会不会聊天 他恶狠狠地瞪了眼混沌葫芦 道 不会说话 你就把嘴闭上 混沌葫芦道 不好意思 没有嘴 必比了 而且 本胡也没冤枉你啊 都是在说实话 这年头还心禁止言论自由的吗 慕北满心思地想捶他了 你好则是兴趣满满地打量他 道 我发现你这人真有意思啊 引起了我的很多兴趣啊 很想更多地了解你 敌族众人 其中一个老辈人物道 小姐 您好好说话啊 您这话 歧义太大了 你好疑惑道 就是字面的意思啊 能有什么歧义 这时 混渡葫芦朝着慕北崩塌道 厚脸皮厚脸皮 你好女娃是在当众向你表白啊 人家这么主动 你还不立马接受 可不能伤了人家小女娃的自尊啊 你好 什么表白 她一脸蒙 而泥族众人则是有些无奈 而后 一众年轻的泥族人各个气愤地盯住慕北 慕北 喂喂喂 不关我的事啊 而这个时候 对面的柳族战舰上 那手持折扇的锦袍男子脸色微微省下来 他看着你好道 你小姐 我与你说话 你却不加理会 泥族的家教就是如你这般的吗 你好一愣 看着她道 你在与我说话吗 我还以为你在汪汪汪呢 慕北有些想笑 哎哟 好一个汪汪汪 这姑娘有性格啊 哈哈哈哈哈哈 泥族众人大笑 颈袍男子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 盯着你好和泥族众人道 笑吧 本少就看看你们带慧儿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他猛地朝前一挥手 这一挥手 他身后走出一个黑衣中年和一个灰衣中年 两人各个是原始领域第八境的修为 而在这两个中年身后 其他的一众柳族人也是动起来 各个换出了武器 泥族众人也跟着换出兵器 那银袍男子盯着锦袍中年道 柳冰 你这是要与我泥族开战吗 柳冰冷然一笑 道 开战吗 倒也不必 你们此行 应该是得到了某样好宝贝吧 将那东西交出来 本少可以考虑不杀你们 敌族众人脸色顿时违变 柳族的战剑拦下他们 果然不是那柳冰简单的想调戏自家小姐 银袍男子道 你想多了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 他话还没说完 一道欠力身影已经跨出战剑 正是你好 你好手中出现一柄长剑 长剑一抖 满天剑盲浩荡 直接倦向柳族众人 敌族众人 小姐真是既温柔又暴力啊 再外加一个 无 单纯 木北则是点了点头 不错不错 他喜欢这样的性子 该温和温和 该果爵果爵 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这时 混沌葫芦朝他蹦塌道 既然喜欢就给他收入请功啊 加一个双修名额 木北 哎呦卧槽 这凡古仔居然能看出他在想什么了 第2004章 你听说过辅助吗 混沌葫芦塌道 惊讶个啥 咱们一起相处这么久了 你就是简单的动动嘴唇 本胡都大概能猜出你要放什么屁 木北 能不能不要说这么俗的话 最主要的是 特麻的 动嘴唇怎么就和放屁联系到一起了 你呀故意的吧 这时 你好的剑气已经抵达了柳族众人跟前 那黑衣中年和灰衣中年各自猛的一拳轰出 霸道的全尽为之争腾 与你好展出的剑气撞在一起 吃吃两人的全径当场崩碎 狼狈的暴退 而你好的剑气却是没有完全消散 继续朝前卷去 只是威力弱了大半而已 不过纵然是威力弱了大半 也让柳族一群普通子弟陷入了麻烦中 啊 惨叫声响起 由柳族子弟惨死 肉身被斩为两劫 却洒星空 如此一幕 让得泥族众人各个热血沸腾 迎袍男子吼道 跟着小姐 杀 弄死柳族这些贱人 杀 杀 杀 泥族众人朝前冲去 很快 整艘战舰上只剩下中年舵首和墓北 中年舵首看向墓北道 你怎么还站在这 墓北道 我不站在这 我站在哪儿 蓝布城站到对面战舰上去 中年舵首气愤的道 我是说 你也去帮忙啊 礼成我们的战舰 遇到这等突然状况 帮忙是理所应当的吧 墓北道 我有帮忙啊 中年舵首道 哪里帮忙了 墓北道 辅助位 你听说过吗 我打辅助 中年舵首 小老鼠警号人民币符号 神特马辅助 而就在这时 与柳族站坐一团的泥族 其中一人被柳族一个男子震退 下一刻 柳族的一片沙光落在这人跟前 这人完全闪避不了 根本来不及 不过 就在这时 这人身前的星空突然自行裂开 将那片沙光吞了进去 彼族这人愣住 什么情况 而同一同时 另外几个遭遇危险的尼族子弟 落到他们跟前的柳族杀光 皆是莫名其妙被一条条星空大裂缝吞没 让他们直接脱离了危险 柳族众人动容 怎么回事 比普通的撕裂空间更厉害一些 这是空间大道 有空间大道的波动 彼族这群人中 有人掌控了空间大道 空间大道 这等大道 放到现在这个级别来说 不再是那么高高在上了 因为这个级别的人 都能自有的撕裂空间和穿行空间 但纵然是如此 空间大道之力却依旧是非常厉害的 毕竟 空间大道对应的就是空间 能最完美的驾驭空间 而不仅是柳族这些人吃惊 尼族众人也是诧异 一个个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那银袍男子看向你好 道 小姐 是您 你好摇头 下一刻 他偏头看向战舰甲板上的墓北 墓北对他笑了笑 你好朝他瞧了下大拇指 而后道 所有人尽情攻击 是 离族众人回应道 而这其中 那银袍男子不由得一愣 看向墓北道 居然是这个臭不要脸的 他居然掌控了空间大道 说着这话 他倒是也没有继续多想 攻向柳族众人 这个时候 还是得先解决柳族这群人 而战舰甲板上 那中年剁手也是一愣一愣的 下一刻 他看向墓北道 不好意思 我误会你了 他还以为墓北就是在甲板上看热闹 不愿意与柳族冲突相助他们 没想到 墓北驾驭着空间大道 在后面保护自己一族的人 墓北道 无妨 他看着前方 轰轰轰 惊人神能轰鸣 泥族在你好的带领下 将柳族众人打得不断败退 你好的实力真的很强 明明只是原始第八竞出席而已 但所扫出的剑力却是霸道得很 纵然是那两个原始领域第八竞巅峰的 灰衣中年和黑衣中年联手 也是完全扛不住 蹭蹭 又一次 黑衣中年和灰衣中年被扫飞 两人大口吐血 正好就落在甲板上的柳冰跟前 柳冰看了眼两人 冷冷的道 废物 说着这话 下一刻 他说道 出来 话落 他身后的阴影中 一个黑袍老者突然显化出身形 他对黑袍老者道 除了你好外 其他人全部杀死 把你好镇压了交给我 他冷笑连连 眼中荧光闪烁 混沌葫芦朝木北蹦他道 厚脸皮厚脸皮 这王八犊子居然打你女娃的主意 你女娃可是你喜欢的女孩子 木北 他气道 你压闭嘴 混沌葫芦道 你刚才不是在想着 这女娃你喜欢吗 木北道 你猜得有些片面 我想的是喜欢她的性格 混沌葫芦道 她的性格不也是属于她吗 都一个意思 木北 他懒得与这凡骨仔说话了 就在这时 柳冰换出的黑袍老者动了 他散发着一股无比阴冷的气息 下一刻出现在场中 随着他出现在场中 恐怖的力量席卷而开 阴冷无比 近乎要将附近的星辰都给冰冻起来 如此寒气之下 泥族众人顿时间感觉血液都被凝固住了 一时间难以动弹 你好目光为宁 看着那黑袍老者道 原始领域第九境巅峰 这人的修为 近乎比他高了两个大境界 他对泥族众人道 你们退回战舰上去 泥族众人道 小姐 一起 你好道 退 泥族众人后退 很快退到战舰甲板上 而也是这时 你好直接朝黑袍老者发起攻击 凌厉霸道地建立席卷十方星空 黑袍老者冷恒一声 一掌挥出 霸道的掌力直接碾碎了剑力 且令你好身体聚颤 邓邓邓的后退十几步 小姐 泥族众人担忧 柳族众人则是冷笑 柳冰摇动着手中折扇 看着你好道 本少很期待你的肉体 他目光四翼的上下打量你好 你好面不改色 背对着泥族战舰 神是传音那中年舵手道 接下来 我动用全力拖住柳族 你立刻开启战舰进行星空跳跃离开 中年舵手一惊 不行 我等怎能丢下小姐你一个人 你好传音道 按照命令执行 你应该知道战舰上的那东西 对我族有多么重要 另外 我没那麻弱 虽然应该不是对面那老家伙的对手 但单纯的逃离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第2005章想出来 于是就出来了 中年舵手道 小姐您别骗我了 老黑跑老不弱 就算你开大天地异象 难道对方就不能开吗 您又不善身法 如何逃得了 你好传音道 那不是你该思考的事 记得退 家族利益为重 说完这话 他手心摊开 一块天地异象原石出现在他手中 他直接将这块原石炼化 轰 顿时间 他身后浮出一座神殿 神殿浑身天成 仿佛乃是传说中的原始仙界的天宫 他驾驭这座天宫 朝着黑袍老者压过去 与此同时 他朝那中年舵手鹤道 走 中年舵手却是迟疑 而这时 那黑袍老者冷恒一声 直接换出一口铜罐 铜罐绽放光亮 直接迎上马天宫 轰龙 天宫轰鸣 铜罐震动 两者不相伯仲 然而 渐渐地 随着时间推移 天宫的威能开始削弱 而铜罐的威能确实依旧不变 于是 你好撑起的天宫被缓缓地压制着崩散 你好朝那中年舵手青鹤道 还不走 中年舵手依旧迟疑 他这一走 自己大小姐大概率会死掉的 而这时 那黑袍老者冷恒道 在老夫手下 还想着逃跑 白日做梦 他抖手一挥 十几感阵旗飘出来 这些阵旗快速凝聚成衣做大阵 将四周星空给阵风 你好脸色省下来 那十几感阵旗非比寻常 四周被压制的星空完全沉寂了 他能感觉到根本就无法破开 柳冰瑶着手中折扇 看着你好道 本少很期待啊 不知你稍后在床上的表现如何 他盯着你好 双眼中满是浴火 你好不猥琐动 一边竭力抵挡黑袍老者的那口同罐 一边快速思索应该如何逃离困境 然而 书始终是想不出来 这让他也是有些烦躁起来 下一刻 吃 天宫被同罐震碎 砰 他整个人狼狈得横飞 鼻足众人惊道 小姐 而这个时候 黑袍中年直接抬手一挥 一方数是保硬显化出来 直接抵达你好的跟前 封印之法 你好第一次变色 这一次 他来不及闪避 不过 这时 墓北出现在了他跟前 墓北一手拉住他 另一手朝前一扶 与黑袍老者记过来的数式法应碰撞在一起 吃 数式法应崩碎 你好看向墓北 刚准备说什么 混沌葫芦蹦他道 英雄都是最后出场的 你女娃莫急 看你墓北哥哥替你报仇 打爆那糟老头 墓北脸色黑了 神特麻墓北哥哥 他自己都听得肉麻了 浑身起鸡皮疙瘩 他对小林出道 小家伙 叫他做葫芦 小林出点头 一压 下一刻 小顶 吞天炉 斩磨刀和酒瓶宝连围上去 混沌葫芦 你们干嘛 大家都哥们儿 你们不要 砰砰砰 混河四打 这时 你好看着墓北 眨了眨眼道 我就觉得 你是一个隐藏的高手 果然是啊 方才的那树式 法应绝对是很厉害的 就算是他处在巅峰状态下 也得花大力气才能对抗 可墓北却是简单的挥手 一扶就震碎了 厉害啊 不是一般的厉害 墓北笑道 一般一般 勉勉强强而已 对面 那黑袍老者双眼萎缩 一顺不顺的盯着墓北 以他原始领域第九竞巅峰修为祭出的术式法应 眼前这年轻人竟然挥手碎肢 不简单 而且 他明明在尼足那骚战舰外布下了封锁大阵 可墓北却居然直接从里面闪了出来 这是怎么做到的 他看着墓北道 你是如何闪现出来的 墓北道 想出来 于是就出来了 黑袍老者脸色一沉 嚣张 墓北这回答好嚣张 而这个时候柳足的那骚战舰上 柳冰借墓北拉着你好 整个人有些不悦起来 盯着墓北道 小东西 老子看上的人 你也 墓北扫了他一眼 天意魂祭 啊 柳冰瞬间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通体魂能变得无比混乱起来 踉呛着摔倒在地上 魂杀术 柳足的一个老辈修士连忙出手 相助柳冰稳住自己的神魂 柳冰站起来 又惊又怒 猙獰的盯着墓北 而后 他朝那黑袍老者道 废了他修为后交给我 本少要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黑袍老者点头 他看向墓北 手中铜冠再次绽放光芒 这等光芒一出 一股霸道的压迫力弥漫出来 这等压迫力直接便将墓北给锁定 墓北面不改色 下一刻 他身边的星空中突然出现另一方星空 而这突然出现的星空中 一饼饼栩栩如生的光剑笔直而立 如同一个个爵士战江 青海剑林 这个时候 他直接撑起他的剑弓异象 而这剑弓异象时一出现 便是第一时间扩散出一股霸道的剑力 这剑力如沸腾的岩浆 吃黑袍老者寄出的铜冠之力 当场崩碎 黑袍老者瞳孔揍缩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墓北 你这棕树是什么 大天地异象 不 不对 你并没有炼化天地异象原石 他在惊疑 泥祖等人则是在惊讶 他们各个感觉到了墓北此刻撑起的 星海剑林的恐怖 剑道气息爆炸般的强 这时 墓北屈指一弹 这一弹指 星海剑林中 一饼饼饼剑飞出去 直斩黑袍老者 黑袍老者一声低喝 直接驾驭那铜冠银上 两者撞在一起 当铜冠被扫飞出去 下一刻 那些飞剑落在黑袍老者跟前 黑袍老者一声爆喝 连忙寄神通银上 然而 他所撑起的神通刹那间便被这些光剑劈碎 下一刻 一片剑气落到他跟前 黑袍老者快速闪避 不过 终究是没有剑气速度快 其中一道剑气直接落在他身上 砰 他肉身当场便炸开 只剩下神魂顿了出来 神魂狼狈的顿出 他脸上流露出惊悚的表情 以自己原始领域第九竞巅峰的修为 居然敌不过你族战舰上的一个年轻代修行者 这怎么可能 下一刻 他直接将那铜冠换到手中 以神魂将铜冠催动到极限 接老夫这最强一招 轰 铜冠爆发璀璨光芒 如一颗小太阳轰向墓北 而与此同时 嗖的一声 那黑袍牢者化作一道乌光 朝相反的反向急速远去 第二零零六章 这对我很重要啊 柳族众人动容 柳冰又惊又怒 黑袍牢者居然逃跑了 弃他们而逃了 鼻族众人也是吃惊 那黑袍牢者可是非常厉害的 但在墓北手下却居然这般不堪一击 才交手一瞬间而已 对方居然就B站逃跑 这还真是 他们极其意外 墓北则是笑了笑 小顶道 都是后脸皮完剩下的小把戏 没啥卵用 这时 墓北目光围动 飞袍牢者前方的星空直接扭曲 那条星空裂缝将它卷入其中 几乎是下一瞬间 墓北跟前数杖开外的星空裂开 飞袍牢者从其中狼狈地翻滚出来 空间大到 柳族众人动容 那柳冰盯住墓北 之前施展空间大到的人便就是你 墓北不理他 而黑袍牢者则是有些惊悚 自己已经尽全力逃离了 却居然完全没有逃不出墓北手心 他看着墓北道 小友 饶命 老夫愿为小友当牛做仆 他能感觉到墓北的强大 他根本不是对手 现在 唯有求饶 方才可能保住这条老命 墓北笑了笑 下一刻 星海剑林中的一柄神剑一话而过 痴 黑袍牢者神魂崩碎 他看向柳冰 柳冰脸色阴沉 甚至有些猙獰 等着 本少的话依旧有效 必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而后 他喝道 启航 进行空间跳跃 墓北静静地看着他 而柳族的战舰 则是完全没有动静 一动也不动 柳冰朝柳族剁手怒道 搞什么 耳朵聋了吗 本少让你启航 启航 你想扑死我等吗 剁手焦急地道 不行啊 少爷 我已经全力失位了 可 可 战舰动不了 四周的星空被封锁了 什么 柳冰一惊 少爷 镇 镇席 有人指向战舰外 就见着 他们的战舰外 不知什么时候 被十几只镇旗团团包围了 这十几只镇旗 镇封了四周星空 让得战舰仿佛陷入了泥沼之中 无法动起来 而这十几只镇旗 赫然是之前黑袍老者寄出 封锁着泥族战舰的镇旗 黑袍老者的镇旗 此刻封锁了他们 泥族的那个银袍男子吃惊到 这家伙居然夺了那黑袍老家伙的镇旗 而且封锁住了柳族的战舰 最主要的是 他什么时候做的这种事 我竟完全没有发现 我也没发觉 我也是 其他几个泥族子弟也出生 就连你好都诧异 他刚才也是没有发现 沐北是什么时候 以黑袍老者的镇旗 封锁住柳族战舰的 杀了黑袍老者后 同时兼以空间大道夺下镇旗 并依靠空间大道瞬间转移到柳族的战舰外 他猜测 这个时候 柳冰脸色有些难看了 下一刻 他深吸一口气 看着沐北微笑道 朋友 今日的一切便算一场误会如何 我乃甘领宇宙柳族的嫡系 爷爷是柳族三长老 你若是杀了我 我爷爷势必不可能放过你 而我爷爷 乃岁月领域的强者 沐北看向你好 问道 他说的是真的 他爷爷是柳族三长老 你好点了点头 不嫁 而且 他爷爷对他宠溺得很 若是杀了他 的确会有不小的麻烦 他在说着这话 沐北确实笑起来 看着柳冰道 身份这般不简单 看起来很值钱啊 镇压下你 应该能换来不少赎金吧 你好 感觉沐北询问柳冰的身份 是确保是否可以用柳冰来勒索柳族啊 他还以为沐北是忌惮了 柳冰这个时候脸色则是又阴沉起来 看着沐北道 朋友 本少劝你不要 刷 沐北出现在他跟前 斗手一挥 直接就要镇压他 而也是这时 嗡 柳冰眉心发光 魂光荡漾 一只魂能大手印交织而出 浩荡着岁月级的魂力 沐北后退 避开这一集 柳冰眉心内 魂光继续朝外溢出 下一刻 这些溢出的魂光凝聚成一个老者 老者眸子冷漠 气势惊人 彼族众人动容 柳冰 柳冰 柳族三长老 柳冰的爷爷 柳冰自己则是有些惊喜 朝柳冰喊道 爷爷 您居然暗中在我身上留了神魂化身 同一时间 柳族众人朝柳冰行大礼参拜 柳冰看向自己柳冰 慈祥地笑道 爷爷不告诉你这件事 也是为了让你平时或多或少能有一点危机感压力感 这对修行有好处 柳冰点了点头 下一刻 他猙獰地看向沐北 指着沐北对柳冰道 爷爷 他想杀我 废了他将他交给我 我要折磨他 而后 他又道 还有你族 你好带队 他们寻到了一块本骨神石 这话一出 柳冰顿时谋自为您 当真 柳冰道 不确定 但 几率应该比较大 我也是通过一些特殊渠道获取的消息 柳冰盯祝你好 而这时 沐北也是有些差异 看向你好道 你寻到了一块本骨神石 本骨神石 七大神性矿物之一 价值惊人得很 你好点了点头 而后道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你快退回来 沐北道 退啥退 这对我很重要啊 话说 那啥 你们尼族是甘陵宇宙的顶尖大族 你们是不是有四阶神明进化液配发啊 你们是不是可以用这本骨神石炼制四阶神明进化液啊 那个 练好了能分我一点不 随便给个四分之一就行 如是不行 给五分之二也可以的 离族众人 眼前这是什么情况啊 不是该紧张于柳咒的出现吗 这家伙居然问起四阶神明进化液来了 还什么随便给个四分之一 不能就给五分之二 可能吗 兄弟 那是四阶神明进化液啊 自家组长都分不到四分之一 你倒好直接来个四分之一 更过头的是 还整什么四分之一如果给不了 给五分之二也可以 特麻的 五分之二不是比四分之一更多吗 就连你好都有些无语了 对木北搞得一时间不知说什么了 第2007章捡到宝了啊 木北看着你好道 你姑娘 你说话啊 能给点步 大不了 我去你族打个攻啥的 你好 这时 一道绩效声响起来 柳冰看着木北道 死到临头了 不关心自己的安危 不想着如何保命 居然跑去求人家分点神明进化液 真是个傻子 连当前近况的重心该放在哪都不知道 木北看向他 天意魂迹 啊 柳冰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整个人更是如同稻草人般横飞出去数十丈 没让你说话就乖乖闭嘴 木北道 李族众人一个个发萌 不是 大哥你性格这么熊的吗 人家的岁月领域爷爷出现了 你不表示一下害怕就算了 居然还当着人家的面攻击人家的孙子 柳族众人则是愤怒不已 柳冰一晃出现在柳冰跟前 帮助柳冰快速稳定住混乱的魂力 柳冰面孔猙獰且愿毒地盯着木北 朝柳冰道 爷爷 快拿下他 我要他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柳冰道放心将情绪稳定下来 不用你说爷爷会那麻做的 他看向木北 毛子很是冰朗 你好闪身出现在木北跟前 一把抓住木北急速后退在泥族战舰上 朝那中年舵舵舵道 起航 他话刚落 战舰直接便就消失在原地 显然 他一早就通知了中年舵舵准备 一切就绪后方才拉着木北回到战舰 柳冰恒一声一股雄魂的岁月及魂力 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 下一刻刻前方的一片星空裂开 一艘战舰被直接震了出来 而这艘战舰正是你族的那艘战舰 而战舰被震出来的一瞬间 四周的星空直接封闭凝固 将战舰禁锢在了原地 离族众人有些慌乱起来 你好小声对木北道 这个情况 怕是有些不好办了啊 混沌葫芦道 你女娃不要担心 这个情况 她好办得很 你好看向她 小葫芦 怎么个好办法啊 混沌葫芦蹦她道 你木哥哥会轻松解决那个老毕灯的 你好看向木北 眨眼道 真的妈木哥哥 木北 喂 你矜持一点啊 她拍了拍你好的肩膀 瞪了眼混沌葫芦 而后踏出战舰 见着她这个动作 你族众人各个吃惊 这姿态 百明了是要去对付那个柳咒啊 柳咒可是岁月领域的强者 尽管眼前只是一道神魂化身 但也依旧有着岁月领域的战力 绝对不是原始级的战力可对抗啊 而柳族这边则是大笑起来 一个个看着木北 充满了讽刺意味 傻逼 莫不是还以为能与我族的岁月领域强者对抗 大概率是脑子短路了 他就没脑子 柳族许多人讽刺 柳冰也是一脸讥笑的表情 扫了眼泥好后 看着木北道 想在美女面前表现勇气讨好 愚蠢 而你想竭力讨好的你族美人儿 最终也是会在本少的床上翻滚 而这时 柳族眸子为宁 木北明知道他是岁月领域的强者 确实完全没有畏惧和忌惮 这让他生起一股不好的感觉 他对驾驭战舰的中年舵手道 写航 离开 中年舵手争助 啊 不仅是这个中年舵手 柳族众人和柳冰也争助 柳冰道 爷爷 您说什么 写航离开 为什么啊 他一脸不解 其他人也不解 他们一族的岁月领域强者 绝对是可以轻松镇压木北的 可这个时候却居然下令驾驭战舰离开 太奇怪了啊 而不仅是柳族这些人 尼族众人也是诧异 你好眼中闪烁一光 朝混沌葫芦道 小葫芦 你家后脸皮真的能对付那那刁毛啊 混沌葫芦道 放心 妥妥的 你好看着前方 而这时 木北一晃出现在柳族的战舰上 直接就出现在柳冰跟前 一巴掌抽向柳冰 柳族抬手挥向木北 而这时 朱杰剑出现在木北跟前 朱杰剑散发出一股射魂夺魄之力 砰 柳族的神魂化身当场横飞出去 而同一时间 木北的巴掌落在柳冰脸颊上 啪 伴随着清脆的耳光声 柳冰被抽翻在壁 如此一幕 让所有人变色 柳族大人 兵少 柳族众人大惊 他们岁月领域的长老 居然被抽飞了出去 这时 木北一脚踩在柳冰脑袋上 都说了 没让你说话就乖乖闭嘴 听不懂吗 柳冰竭力挣扎 但却根本挣脱不出来 而这时 柳族稳住了身形 他看向这边 盯住木北道 小子 放 话还没说完 朱杰剑的射魂夺魄之力 再次落在他身上 砰 他再次横飞 这一横飞 族族横飞出去百多丈远 柳族大惊 而尼族则是各个瞪大双眼 连续两次抽飞 那个柳冻 这么凶的妈 鼻族所有人都被惊到了 那银袍男子男男道 这丑不要脸的 居然这么厉害 这真是 你好双眼有些发亮 感觉捡到宝了啊 这时 那个柳宙再次稳住身形 他脸色寒冷暴力 盯住木北刚想说什么 木北道 你别说话 听我说 准备好天地一向原石 来属你这乖孙 至于数量吗 无 他看向你好 问道 柳族有多少天地一向原石来着 你好道 具体不清楚 大概能有三千块吧 木北点了点头 看着柳宙道 拿一千块天地一向原石来属你孙子 否则 就替你这乖孙收尸 仅凭着柳宾 要柳族所有的天地一向原石 这显然不可能 柳族族长不可能答应 毕竟 天地一向原石的价值可是非常高的 相比起来 一千块的话稍微还有一点可能 彼族众人瞪眼 卧槽 一千块天地一向原石 这是敲诈啊 一千块天地一向原石 就算是对柳族 那也是绝对是一笔价值巨大的资源财富啊 这敲诈的还有些狠落 柳族看着木北寒声道 勒索老夫 你凭什么 还是你自己老老实实趴在 话还没说完 朱节剑的射魂夺魄之力落在他身上 直接将他禁锢 让得他一动也不能动 木北道 凭我现在可以碾压你 柳族死死地盯着朱节剑 你这剑有克魂之能 连续三次被木北压制 这一刻他终于清晰地看了出来 木北就是凭着朱节剑压制了他 第2008章后脸皮 你努力点 木北看着柳族 道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准备好一千块天地一向原石属你孙子 柳族脸色十分难看 下一刻 他看着木北道 年轻人 招惹老夫 招惹我柳族 对你而言并没有好处 木北笑了笑 下一刻 朱节剑的射魂夺魄之力 直接卷着对方的神魂 朝着朱节剑内拉 柳族竭力对抗 然而 根本没有用 下一刻 他这道神魂化身便是被拉入到剑中 随后直接没了波动 而朱节剑的剑力 则是随之提升了一大截 那荡漾着的剑威近乎要溢出来 震得周围的星空层层坍塌 木北满意一笑 不愧是岁月领域强者的神魂化身 不错不错 而这个时候 柳冰惶恐了 爷爷爷 柳族众人也惶恐 而尼族这边则是又惊又喜 本以为柳咒出现 他们这次是完蛋了 没想到 这个拥有岁月领域极修为的柳咒 居然被木北碾压了 那剑真厉害啊 刻魂的神剑 柳咒老头儿也当真是倒霉 神魂化身护佑孙儿 却恰好遇到了拥有刻魂神剑的人 活该 对 就是活该 狄族一群人道 此时 甘陵宇宙 柳族 柳族一座宫殿内 柳族本体获得睁开双眼 混账东西 一股冰冷的汹涌神能自他体内席卷而出 直接便是将他所在的这座宫殿阵的四分五裂 滚滚烟尘充云霄 很快引来柳族很多族人 柳族的几个长老 也被惊动来到这个地方 大长老问道 怎么了老三 柳咒沉生道 柳冰被抓了 柳族众人动容 柳冰可是柳咒三长老的亲孙 谁敢抓柳冰 大长老道 是谁 柳咒道 你族的一个年轻人 那年轻人很厉害 实力很强 且身怀有一柄刻魂的宝剑 老夫放在柳冰身上的神魂化身被毁 他说道他要老夫带一千块天地一项元石去属柳冰 否则便就撕票 大长老皱眉 一千块天地一项元石 一千块天地一项元石可是价值惊人的 他柳族传承这么多年 总共的积累也就才三千块而已 镇压柳冰的那人 居然直接就要一千块 简直是失责大开口啊 下一刻 他说道 走吧 去找族长申请 一千块天地一项元石无比珍贵 若是个普通族人被抓 他不会在乎 绝不会给 但是如今被抓的是柳冰 尽管柳冰天赋不怎么样 但却也是嫡系 是柳咒唯一的孙儿 柳咒点了点头 两人离开 遥远的星空中 柳族的战舰上 墓北这时看着柳冰 柳冰被他踩在脚下 整个人面目猙獰 凶狂地朝他吼道 你敢这么对我 我爷爷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之后必定会将你大谢八块 让你死得很惨很惨 墓北脚下用力 骨头崩裂的声音适时传出 啊 柳冰惨叫 墓北俯视他道 你爷爷还是算聪明有脑子的 你作为他的孙子 怎么就这么愚笨 方才 那柳咒见着他的姿态后 明显已经是感觉到了不对劲 已经是让柳族那舵手驾驶战舰离开 但柳族那个舵手 还有柳冰和柳族其他人 确实笨得很 个个不明白柳咒为何要在那个时候离开 智商不足 智商啊 这等东西真的很重要 下一刻 他挥手 一口空间容器飞出来 将柳冰给收入其中 大家族高层的嫡系子孙是很有价值的 留着换天地异象原石 他看向柳族其他人 迎着墓北的眼神 柳族这些人顿时慌乱起来 你 你要做什么 你不要乱来 我柳族可不是好惹的 墓北挥手 一天溅浪化过 形成一股飓风 将这些柳族人全部卷飞 他自己站在柳族的战舰上 打量这艘巨大战舰 这东西归我了 柳族这艘战舰很是不错 这时 泥族战舰上 一群泥族子弟冲出来 杀 弄死他们 妈的 不仅抢咱们的神性矿物 还敢打大小姐的主意 通通撵死 泥族这些人也是生气得很 各个权力攻击 各种杀光清扫而出 一点也不留情面 而柳族这边 因为一开始的黑袍老者被杀 而后柳族的神魂化身被毁 他们的士气早就已经跌到低谷 此刻面对着泥族的围攻 所有人难以招架 很快就被灭了个干净 这时 你好来到墓北跟前 道 穆哥哥你可真厉害啊 墓北 他说道 才这么一会儿 你就被反骨虎给带坏了啊 好好说话啊 你好看了眼混沌葫芦 道 我觉得小葫芦很多话是有道理的 很接地气 我肯定比你年龄小 你又救了我和我族众人 喊一声 穆哥哥不是天经地义吗 这有什么 而且 这样喊 还能拉近关系呢 墓北苦笑不得 混沌葫芦朝你好 蹦他道 遇到知己了啊 你丫头以后跟本胡混 本胡全力罩着你 你好 朝混沌葫芦瞧起大拇指 道 好了小葫芦 混沌葫芦哈哈笑 而后 他朝墓北蹦他道 厚脸皮 本胡很重意他 你别端着架子装清纯了 给本胡努力一点追到他 听到没有 墓北脸色为黑 妈的 这个凡骨仔居然给他定起婚来了 小鼎这时蹦他道 咱觉得我胡说的对 吞天炉道 有一说一 确实是挺好的 九平宝连道 本连赞同 斩魔刀道 你们都赞同 本刀若是有意义 那不就是显得不合群了吗 所以本刀也觉得有道理 厚脸皮您努力一点 墓北 您好忍不住哥哥直笑 看着墓北道 他们都好有意思哦 你就听他们的呗 努力一点追我 吴 或者 我追你也是可以的呢 墓北 你族众人则是有些想哭了 小姐 矜持 矜持一点啊 您这个样子 像什么话啊 就是啊 第2009章这老丈人真有意思 哭笑不得 墓北实在是有些哭笑不得 下一刻 他问你好道 那神明净化业 你好道 我族有四阶神明净化业配方 之后若炼制出来 肯定少不了你的份 不过 四种神性矿物 加上我此番寻到的本古神石 我族只有三种 还差一种名为上运元石的神性矿物 方才可以炼制四阶神明净化业 这一次 若非是由墓北相助 不仅他们的本古神石保不住 而且还会被团灭 这等情况下 家族肯定是会给墓北分一份净化业的 墓北点了点头 而后 他问你好道 可有上运元石的线索 你好摇了摇头 道 战时还没有的呢 墓北稍微有些失望 这个意思就是 目前还练不出来啊 你好对他道 不要失望嘛 早晚会寻到的 说着这话 他看着墓北道 而且 我感觉遇到你像是气运加持了 或许 很快就能有那上运元石的线索了 墓北摸了摸下巴 道 你还别说 我这人的确是运气相当的好 给我一块的人 往往运气也不会差 你好忍不住又咯咯直笑 真是厚脸皮呢 而后 他说道 那 咱们重新起航吧 我带你去咱们的家族 离族众人 咱们的家族 这话说的 大小姐啊 您说话注意分寸啊 墓北岛是没有在意那么多 收起柳族的战舰 而后回到你族的那艘战舰上 你好对那个中年舵首道 写航 中年舵首道 好 他开始催动战舰 很快 战舰急速远去 不久后 战舰航行到甘陵宇宙 在一颗巨大的淡紫色星辰跟前停了下来 离族就立足此星辰内 战舰降临 很快落入星辰内 来到尼族外 放眼望去 尼族占地面积非常大 一眼看不到镜头 一座座宫殿气势辉宏 给人一种浩瀚的感觉 而一行人刚到这里 一面便是走出来一个身材有些魁梧的中年男人 魁梧男人来到你好跟前 面上带笑 很是温柔 道 好而此行可有收获啊 你好点了点头 道 捡到一个宝贝呢 男人目光微亮 哦 什么宝贝 你好把木北拉过来 莫 这个 木北 混沌葫芦蹦塌着唱道 宝贝宝贝我的宝贝 木北瞪向他 而对面 男人有些诧异地看着木北 这个宝贝 嗯 嗯 还真是 意外哈 他走到木北跟前 而后围着木北转圈圈 一副十分惊讶的表情 木北 不是 几个意思 这时 你好为男人介绍木北道 他叫木北 可厉害了呢 超级厉害 而后 他为木北介绍男人 这是我爹 宝贝 混沌葫芦朝木北蹦塌道 霍霍 未来老丈人啊厚脸皮 木北气道 你压闭嘴 而后 他看向宝贝 道 见过前辈 其实 我宝贝直接勾着他的脖子 小伙子可以啊 什么时候勾搭上我女儿的 能耐不小啊 咱这女儿 一般人可入不了他的法眼 木北 什么叫勾搭上你女儿 那可是你女儿啊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神经大条啊你 同一时间 一旁的你族众人各个有些无语 其中一个老辈你族人忍不住朝你难道 族长 你要不要重新学习一下语言 林南疑惑道 为什么老被你族人张了张口 最终只得无奈叹气 木北 他算是明白你好的性格为何那般了 百分之一万是受眼前这个憨批老爹影响的啊 林南这时看着他道 怎的不说话 木北道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林南哈哈笑道 正常正常 第一次上门麻 紧张是很正常的事 咱以前去好而他娘家时也紧张 木北 喂 敌族众人这时你好道 别一直站外面啊 进去聊 林南道 对对对 走走走 咱们进去聊 他勾着木北脖子 非常热情 带着木北来到族里的大殿 而后 在这大殿上 你好简单说了下与木北相识后的一些事 讲了木北救了他和其他族人 保住了本古神石 林南听呆了 而后 他有些震撼的看着你好 卧槽 女儿 你找到一块本古神石 你好点头 将一块蓝色神灰交织的金石取出来 这金石大概拳头般大小 出现的一瞬间便令十方空间笼罩上一层神性气息 林南又惊又喜 是本古神石 的确是本古神石 你好这次入星空航行 居然带回来一块神性矿物 惊喜 着实是惊喜 而后 他看向木北 道 未来女婿你也是厉害得很啊 木北居然能轻易击杀鸿蒙领域第九境巅峰的强者 而且把那柳宙的神魂化身给干掉了一道 这实在是让他吃惊 在他们这的宇宙 无论放在哪一个时代 年轻一代中可都寻不出如木北这般变态的人 变态 真的是太变态了 木北 未来女婿 混沌葫芦这时朝他蹦踏 道 后 木北道 再乱说话 让你蛋哥教你做葫芦 混沌葫芦 你好这时对你难道 爹 我们之后若寻到第四种神性矿物 炼制初次接神明进化业后 分目公子一份 没问题吧 林南道 必须没问题啊 自己的女婿自己宠 木北 他突然有些不想要这次接神明进化业了 下一刻 他还是问林南道 前辈 那上运元石 如今可有线索 林南道 暂时没有 不过 快了 木北目光微动 快了 这意思是 对于上运元石这等神性矿物 你足已经在布局了啊 这时 一个侍从出现在殿外 朝林南道 组长 长老们有事寻你去商议 林南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他拍了拍木北肩膀 而后对你好道 丫头 带咱未来女婿好好转一转 你好道 好的 林南对木北道 我先去单哥下哈 晚上咱哥俩喝酒吹牛皮哈 说完就走了 木北 好家伙 这位前辈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九瓶宝莲道 一会儿未来女婿 一会儿咱哥俩 这位老丈人当真是有意思哈 第2010章也不是不可能 你好有些无奈的道 爹真是的 大大咧咧着的性格一直改不了 木北 小鼎 吞天炉 斩磨刀 九瓶宝莲 不是 你有说人家的资本吗 活脱脱的五十步笑百步啊 就连小林初都不由得看向他 一副古古怪怪的小表情 混沌葫芦蹦塌道 本胡就觉得这性格非常好 很有亲和力 林好点了点头 朝混沌葫芦瞧起大拇指道 小葫芦说得不错呢 其实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木北 吞天炉 小鼎 斩磨刀 九瓶宝莲 这时 你好对木北道 走吧 去咱们族中转一转 木北点了点头 鼻足内真的很大 各种古老的亭台阁楼缭绕鲜辉 仿佛是进入了原始仙界之中一般 木北跟着你好 随意地走在你族中 对于参观你族 他其实并没有任何兴趣 但人家主人要尽地主之宜 他自然也是不好推辞拒绝 那未免太不给人面子了 而他与你好走在一起的画面 很快便是被你族内的许多人看到 个个都诧异 那家伙是谁啊 居然和咱家小姐走在一起 这长得倒是很好看 小姐该不会是被颜值折服了吧 想什么呢 咱小姐虽然脑子不怎么灵光 但看人的眼光还是杠杠的 怎么可能只被颜值折服 所以 他究竟是什么人啊 以前也没听说小姐有心仪的男子啊 小姐应该只是出于礼貌 或者其他某些事 带他参观一下咱们家族吧 一些年轻族人议论 混沌葫芦朝他们蹦塌道 别猜了 这就是你们未来姑爷 赶紧过来见礼 离族一众年轻人顿时瞪大眼 卧槽 真是未来姑爷 当真吗 他们看向你好 你好眨了眨眼 道 也不是不可能的 离族众人 天哪 小姐居然找到道旅了 所有人目光齐齐落在沐北身上 一个个的眼神如同省事货物一般 沐北 他恶狠狠地瞪了混沌葫芦一眼 混沌葫芦道 后脸皮加油 沐北想捶他 你好本人则是咯咯直笑 显得很是清纯可爱 时间过得很快 夜色很快降临 就在这时 一道宝光突然从不远处的一座高层宝殿蔓延过来 就落在沐北和你好脚边 这宝光形成一座光桥 未来女婿 来喝酒 熟悉的声音从光桥尽头传来 那各位至上 宁南朝着沐北挥手 沐北 你好道 走走走 他拉着沐北踩上光桥 缓步走到光桥尽头 走入宁南所在的宝殿中 宝殿很宽敞 店里有着一张巨大的圆形木桌 桌上已是摆满了各种佳肴 有九个老者磁石端坐着 各个有着岁月领域的气息 九人第一时间目光落在沐北身上 你好对他道 这是我族的九位长老 沐北点了点头 抱拳就要招九人行礼 这时 宁南拉着他招九个长老道 老东西门 这就是我乖女儿带回的未来女婿 就是他救了我族众人 保住了本骨神石 怎么样 我未来女婿是不是要颜值有颜值 要实力有实力 沐北 老东西门 林队自家一族的长老魏冕泰 随意了吧 而这时 九个老者脸色也是有些不好看 其中一个老者获得站起身来 朝宁南骂道 小逼崽子 你是不是想被收拾了 老东西门是你该喊的吗 懂不懂礼节 李族大长老 李桑 林南朝宁桑道 何必在乎口头称呼麻 都是虚的 我心里装着你们敬着你们啊 李桑气道 装你大爷 下次再叫老东西 老子打到你哭 林南想了想 道 有一说一 你也打不过我啊 李桑道 我们这有九个 九个打你一个 打不打得过 林南看着他道 你要九打一 还讲不讲五得了 李桑骂道 讲你大爷 林南顿了顿 道 没有五 李桑道 没你大爷 小兔崽子 好好说话 说话要讲文明 懂吗 林南点了点头 而后道 你一直大爷大爷的 我刚才想说 就是 你就是我大爷啊 李桑争住 而后 老子小老鼠 警号人民币符号 一连串优美的词句 从他口中蹦出来 慕北 不是 这一族的血脉传承里 是不是有豆比属性存在啊 这时 尼桑干咳了两声 看向慕北笑着道 那个 让小友见笑了 见笑了 哈 说着 他看向尼南呵斥道 还不请慕小友入座 林南刚想说什么 这时 你好对尼桑道 大太爷 你怎么能称呼他小友呢 李称他小友 我岂不是的喊他慕爷爷了 李桑 他叹了口气 道 好啦 咱们各论各的 不影响得好不 李不要那麻叫真麻 李好想了想 道 好吧 那就各论各的 慕北 这时 尼桑和另外八个长老 一起邀请他入座 个个热情得很 李桑道 此番真是多亏了慕小友 否则 我尼族不仅要损失一块本骨神石 好儿等族人更是会因此丧命 感谢 感谢啊 说着这话 他倒是严肃得很 慕北礼貌地回应道 那是晚辈应该地做的 前辈您客气了 李桑哈哈一笑 道 也是 反正以后会是一家人 老夫就不客气了 慕北 而后 尼桑等人又怒了起来 二长老尼火道 他奶奶的柳族 不仅想抢我尼族的神性矿物 还敢打好儿的主意 老子真想立刻拉个队伍杀过去 碾碎了那些狗日的 三长老尼门道 现在这个阶段不合适 一旦开战 族里也会死伤很多 等一下 等咱们的四阶神明 进化夜炼制出来 将实力提升 一大截后 再去找那柳族 好好聊聊 他把聊聊这两个字 咬得格外响亮 而慕北听着他的话 则是目光围动 问您门道 前辈 咱族有了上运神识的线索 第2011章说吧 怎么赔偿 您门点了点头 道 有了一丝踪迹 但目前还不确定 情报组的族人 还在继续跟进 最迟七天左右 就能传回确切的消息了 慕北点头 您好看着他高兴道 我之前就说 遇到你肯定会运气很好 果然是这样的呢 刚回到族中 咱们族就有了上运神识的踪迹 慕北哈哈一笑 这天 他与您男和您丧等人 边吃边喝边聊 氛围可以说是非常好 直到午夜时候 这场酒宴方才结束 您好亲自带慕北挑选客房 混沌葫芦蹦他道 长夜漫漫 你娃娃 今晚你就不要回去了吧 雨后脸皮 慕北朝他道 凡骨仔 你少放点婚话 人家还只是个单纯的小姑娘 你少扯双修 混沌葫芦道 啊 本胡是想说 让你女娃与你好好聊聊修行一道 毕竟 你的修行天赋非常逆天 与你聊一夜 对她的修行之路 绝对是有极大帮助的 透脸皮 你在想啥 你好看向慕北 大眼睛眨眨的 慕北 他看向混沌葫芦道 凡骨仔 你少个这倒反天刚 你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你扯长夜漫漫做什么 混沌葫芦道 长夜漫漫这四个字有错吗 慕北 妈的 这个凡骨仔刚才绝对是在说婚话 可惜 他还是没有证据 你好嘻嘻一笑 下一刻 他看着慕北道 你要不要邀请我进去一下啊 慕北 他说道 这个怕事 他话还没说完 你好道 还是我主动一点吧 我能不能进去啊 向你请教下修行 慕北 混沌葫芦道 本胡剃后脸皮答应了 你女娃 敬吧敬吧 小鼎道 咱也剃后脸皮答应了 他俩看向吞天炉 斩魔刀和酒瓶宝莲 吞天炉道 答应了 酒瓶宝莲道 本脸也答应 斩魔刀还是以前那句话 你们都答应 本刀若是不答应 那不就是不合群了吗 所以 本刀也剃后脸皮答应了 你好忍不住哈哈笑 随后 他看向慕北道 谢谢了哈 他高兴地走进屋子 慕北哭笑不得 混沌葫芦这时 朝小鼎和吞天炉他们道 突然想起来 哥几个 咱们的合集战绩 已经好久没有练习过了 走走走 长夜漫漫 咱们去好生练下一下 小鼎 走走走 练习练习 吞天炉 酒瓶宝连和斩魔刀跟上去 小鼎蹦踏道 蛋哥快来 一压挑的小灵出叫了声 慢悠悠地飞过去 你好道 会飞的小白狗 真可爱呢 慕北 他看着这些家伙 实在是有些无奈 连单纯的小家伙都被带偏了 以后怎么与太初叔叔交代啊 下一刻 他一挥手 将混沌葫芦 几个全部卷回来 混沌葫芦刚想说什么 他说道 你呀少扯毒子 一起聊修行 混沌葫芦 他叹道 不中用啊 小鼎道 哀 慕北道 你俩闭嘴 你好哥哥直笑 一伙人走进屋子 而后 你好真的十分认真的向慕北请教修行路上的许多问题 而慕北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敬 短短一个时辰时间便就解决了你好的许多修行疑难 慕哥哥你好会啊 他有些惊喜 慕北 喂 好好说话啊 你这话也太容易让误会了 陈阳渐渐升起 你好拉着慕北去用膳 而也是这时 一个侍从走了过来 侍从朝你好行礼 而后道 小姐 柳足的三长老来了 找您身边的这位慕公子 你好点头 道 在大殿吗 是从道 没有的 被组长堵在了门外 组长在热情的问候柳足 已经问候了一个时辰了 慕北 你好 好一个热情问候 慕北道 走吧 他和你好来到你族外 就见着您男对着柳足一群人各种狂喷 那家伙 一道道优美的词句伴随着口水墨子飞溅 柳足以一个老者为首 这个时候 老者脸色十分阴沉 双全磨得紧紧的 死死盯着您男 柳足三长老 柳咒 林男看着他道 怎么的老家伙 想打你爹 你来打啊 柳咒寒声道 堂堂你族族长 竟是这般粗鄙 老夫也是常见识了 林男道 你爹就粗鄙了 怎么地 来咬你爹啊 不要老子看不起你 柳咒冰冷地盯着他 不过 却是没有动手 木北这时看着柳咒 走上前去 林男看着他走过来 道乖女婿你来了 来来来 咱们一起问候他 木北哈哈笑道 好的 他看向柳咒 柳咒这个时候 目光自然也是落在了他身上 把柳冰交出来 木北看着他道 这就是你对祖宗说话的态度吗 客气一点 林男哈哈笑道 好好好 可以的 这时 你好道 木哥是祖宗 爹你是爹 那爹 你这辈分可就低了啊 木北 不是 你姑娘 你这整得多尴尬啊 林男则是朝你好道 好啊 咱们各论各的 你不要这么认真吗 你好道 哦 这时 柳咒看着木北道 柳冰呢 放他出来 木北道 我要的东西呢 柳咒取出一枚纳戒 直接将纳戒丢给木北 木北神是一扫 里面有一千枚天地异象原石 木北点了点头 而后将柳冰放出来 柳冰时一出现 便是看到了柳咒 喊道 爷爷救我 木北一脚踹在他身上 柳冰狼狈地横飞出去 被柳咒接住 柳咒冷冷地看了眼木北 带着柳冰转身就走 他的实力比木北强 但现在是在你族外 你难就站在这里 他占不到便宜 无法将木北怎么样 而就在这时 一道身形将他们拦下来 别难 别难道 这就想走 咱未来女婿的事解决了 我尼族的事也得解决一下 抢我尼族神性矿物 想杀我一个战舰的族人 更想打我宝贝女儿的主意 说吧 怎么赔偿 新冠又敲咪咪的来了啊 太难受了 比第一次还难受 第2012章 葫芦兄真会说话 柳咒看着倪南 沉着脸道 你族长 你女儿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 需要什么赔偿 倪南毫不客气地道 少放你娘的狗屁 我宝贝女儿没事 那是因为当时有我未来女婿在 我未来女婿保护了她 否则 她毛子冷了下来 看着柳咒道 今日若是不给老子一个满意的赔偿 你们爷孙俩全部埋在这里 其实她现在就想弄死这两 不过作为族长 必须还是得有一定的考量 现在弄死这两 两族或许会直接开战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上运神石找到 将那死阶神明进化液炼成了 而后再报复去 现在麻 自然也是不能让柳咒这爷孙俩舒坦的 必须得让他们难受 柳咒冷冷地盯着倪南 你族长这是想要与我柳族开战吗 柳咒看着他道 开战就开战 老子怕你柳族 另外 老子提醒你一点 就算你我两族开战 你们爷孙也会在开战前死掉 懂吗 现在 你压的是赔偿还是死在这里 柳咒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 目光很是阴寒 诚如柳咒所说 就算你男杀了他们爷孙后 之后柳族与你族开战 可他们爷孙已经死了 这有什么意义 下一刻 他看着倪南道 你要什么赔偿 倪南看着他 道 一亿星元币 柳咒脸色一寒 一亿星元币 你是在开玩笑吗 怎么不去抢 星元币是甘陵宇宙的通用货币 他们柳族传承这么多年 家族内的星元币总共也就才数十亿而已 如今 这你男居然直接要一亿 一亿 这虽然没有如目北那般要一千块天地一项原始狠 但也依旧是狮子大开口 倪南道 给还是不给 一股恐怖神能自他体内弥漫而出 岁月之力波动 封锁四周 岁月领域第二镜 柳族脸色更是难看起来 死死地盯着倪南 他的修为只是岁月领域第一镜 比倪南低了一个大境界 战斗起来 倪南完全可以碾杀他 下一刻 他看着倪南道 老夫所有家当家起来 也仅仅只有三千万星元币而已 最多给你三千万 倪南道 钱不够 那是你的问题 我要一个亿 懂吗 柳族脸色阴沉 下一刻 他只得打出一道传讯宝术 很快 这道传讯宝树飞回柳族 被柳族高层接到 一时间 柳族的高层门 各个脸色省下来 柳族大长老陈声道 好他的倪南 二长老道 给吗 柳族大长老道 一千块的天地一项元石都给了 这一亿的星元币又能算什么 不给的话 不仅柳冰就不回来 柳族和一千块天地一项元石 还都得搭进去 二长老李声道 他倪南若真敢下杀手 我族直接与他倪族开战 不死不休 大长老道 柳州也是岁月领域强者 他一死 我族的整体战力就要弱于倪族一分了 开战的后果 谁赢得概率大一些 二长老沉默 三长老这时沉生道 那柳冰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其他长老也是十分不悦 柳冰对家族没什么贡献 这一次招惹他倪族做什么 害得自己一族亏损一千块 在天地异象园时 还要出一亿新元币 下一刻 所有人目光看向为首的柳族族长 柳族族长顿了片刻 道 送一亿新元币过去吧 现在 他们也是没办法 一亿新元币和一个岁月领域强者相比 实在是不算什么 难道要为了这一亿新元币 而舍弃一个岁月领域强者吗 根本不可能 大长老点了点头 随后安排下去 让一个家族指示 带着一亿新元币前往女族 这时 柳族族长看着大长老等人 那上运神识的波动信息 捕捉精确了没有 大长老道 战时还没有 不过 快了 最多七天 便就能有确切的线索 柳族族长点头 道 好 严密监控 并且做好后续准备 上运神识 我族此番一定要取到手中 大长老和二长老等人 相继点头 上运神识 七大神性矿物之一 价值是非常大的 是炼制四阶神明进化液的 主料之一 他柳族也是有 四阶神明进化液配方的 一个时辰很快过去 此时 你族 柳族的家族 只是带着一亿新元币 来带了柳族之外 将那一亿新元币 交给了宁南 柳族冷冷的道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 宁南道 滚吧 之后注意一点 可别一个不小心 走在路上摔一跤摔死了 毕竟 你那岁月一径的小身板 还是很脆的 墓北 岁月灵月的强者 摔一跤摔死了 身板很脆 这话说得真嘲讽啊 柳族眼神阴森 不过确实没有说什么 带着柳冰转身就走 很快 两人走远 宁南两人的背影催了一口 而后走到墓北跟前 将那庄有一亿新元币的那戒递给墓北 未来女婿 这个给你了 之前若非有你在 我这乖女儿怕是就凶多吉少了 墓北道 前辈 你太客气了 这个真的没有必要的 我 话还没说完 你好从宁南那里抓过那戒 直接塞到墓北手里 而后 他朝宁南瞧起大拇指道 爹爹真名是李 宁南拍着胸膛道 那必须的 混沌葫芦这时蹦他道 真是一个好媳妇儿 好老丈人啊 厚脸皮 你可要好好珍惜啊 墓北 宁南朝混沌葫芦哈哈笑道 葫芦兄真会说话 你好这时道 爹 我叫他小葫芦 你叫他葫芦兄 这又乱辈分了 宁南 他说道 各论各的 各论各的 而后 他又对你好道 对了 龙鹿城的一个明日十分要举办一场大型的拍卖会 会上有诸多灵财和道员等务拍卖 你带未来女婿去逛一逛 或许能逃到一些好东西 你好点了点头 好的跌点 而墓北这个时候双眼为亮 那一格的拍卖会上有道员拍卖 你好这时问他道 去骂墓哥哥 第二零一三章寻死的人络绎不绝 墓北 你这个墓哥哥喊得有点溜啊 他瞪了眼混瞪葫芦 混瞪葫芦道 不是厚脸皮你瞪咱干啥 墓北不理他 对你好道 去 其他方面不说 有道员拍卖 就冲着这一点 他也是肯定的去瞧瞧的 虽然他现在不主动去找道员 但有了道员消息 那自然是得去弄到手的 毕竟 道员可以提升他实力 你好道 好了 那便一起去吧 咱们现在就出发 墓北道 拍卖会不是明天才开始吗 你好解释道 在这甘岭宇宙 我族是一格的贵宾啊 有专门的小院供咱们休息的 今天咱们慢悠悠的过去住在那里 就不用明天那麻吉赶路 沿途还可以看一些风景 墓北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就在这天 他与你好自泥足出发 不多久便就来到了龙墓城外 龙墓城占地面积非常大 气势恢弘得很 而来到这个地方 看着这座城池 墓北顿时间目光围动 这里这个时候 他感觉到了一丝龙戏 而他肩头 小林初也是眨了眨眼 左右打亮 俨然也感觉到了龙戏 他问你好道 此城市有什么与龙有关的历史吗 你好点了点头 道 据说 当年有一尊龙族顶尖存在于此闭关 后来的很多年后 这里修建起一座城池 便就取名为龙墓城 墓北点了点头 两人进入龙墓城 墓北在你好的带领下 来到城中心一座巨大的宫殿前 这座宫殿放在整个龙墓城中 完全是鹤立鸡群的存在 一格 这个地方 并就是那一格 你好道 一个不仅是甘陵宇宙最大的拍卖交易型 还从事情报和航运传送等诸多领域 据说 他们的总部在更高一级的次元 其创始人家族的老祖 更是与神族有关 墓北道 哦 你好道 就一个哦啊 与神族有关啊 那神族可是超级恐怖的啊 该族的祖神可是位列大宇宙前五十强 比那天道还厉害 而该族的神王更加恐怖 是那个灵天地啊 墓北道 哦 那确实很厉害啊 你好古怪的看着他 道 我怎么感觉你一点也没有惊讶和在意呢 墓北突然惊讶地道 哇 好厉害的背景啊 你好 你这也太敷衍了吧 混沌葫芦这时朝他蹦他道 你娃娃 咱家后脸皮最是不在乎背景啥的 你好看向墓北 嘻嘻一笑 而后道 能感觉出来 这种气质 就是有志男儿专属的气质 自力更生 不靠任何外力背景 始终坚信我自己就是最强的 并且为此而不懈努力 终有一天能达到这个高度 墓北双眼微亮 朝他瞧起大拇指 眼光真不错 一眼就看出了我的优点 你好忍不住咯咯直笑 眼前这位真是一点也不谦虚呢 李姑娘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不远处 一个紫衣男子朝这边走来 紫衣男子身后跟着一个挥袍老者 你好看向紫衣男子 礼貌地回道 宗庆公子 宗庆点了点头 笑道 你好姑娘也是来参与一格的这场大型拍卖会 你好点了点头 宗庆笑道 正好 我也是 我已经提前定下了一格最大的包房 你姑娘若是不嫌弃 明天十分意气可好 你好摇了摇头 道 好意心领了 不过不用了 我有朋友一起的 宗庆看向你好旁边的墓北 问你好道 这位是 你好道 好朋友 说完 他说道 我们便先进去了 宗公子告辞 说完 他就拉着墓北朝一格内走 而见着这个动作 宗庆双眼微微眉起来 你好居然主动牵墓北的手 他身后 那挥袍老者面部表情的道 少爷 少爷 可需要处理掉 宗庆道 做得隐秘一点 毕竟 若是被一格发现我们在他们的地盘上杀人 后果可是不清的 一格 这个势力的创始者家族 可是与那个神族有关系 挥袍老者点头 道 少爷放心 必定悄无声息 宗庆笑了笑 朝一格内走去 此时 墓北和你好进入了一格 有专人为两人带路 很快便就来到格内的一座小院 这小院还不算小 占地面积大概能有三百多个平方 其中的房屋有七间 你好对墓北道 咱们今日先在这里休息一晚 墓北道 好 混沌葫芦这时道 居然有七间房 这是真不合理啊 小鼎道 咱懂我胡在想什么 确实不合理 墓北道 我也懂你们在想什么 你们两个凡骨仔待在一起 就憋不出一个好屁 整体就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混沌葫芦 小鼎 小鼎道 厚脸皮 你对我们有误解 我们可是单纯的宝宝兵啊 墓北 神特麻单纯的宝宝兵 还宝宝兵 你俩就是纯纯的凡骨老婚油条 你好忍不住笑 觉得墓北和混沌葫芦 他们的组合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下一刻 他有些遗憾地看着墓北道 昨夜已经待在一起 请教了你一夜修行 今天好像没有借口了呢 墓北 这姑娘又聊他 而看着他 他不免想到了另外一人 柳豆豆 两人的性格 很像啊 他摇看星空 目光微微波动 不知道豆豆学姐如今在做什么 你好这时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而后道 墓哥哥这是在思念哪位小姐姐呢 墓北 妈爷 现在的女孩子都这么会猜吗 还有 这个墓哥哥 他是叫得越来越顺口了啊 你好盯着他笑 这天 夜色很快便是降临 两人在这小院里各自选了一间屋子 墓北待在东侧第一间的屋子里 这间屋子比较大 他盘息于床铺上 为闭上双眼 梳理起自己的剑道 转眼便就到了午夜 这时 墓北突然睁开双眼 感慨到 寻死的人向来络绎不绝啊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